今天分享一个炒苍蝇头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一下食材 洗净的韭菜一把切成一厘米长的小段 瘦肉一小块先切成丁再切成末 肉末不要多得太碎以免影响口感 大蒜几粒用来拍扁以后切成蒜末 大葱板一段切成葱花 小米椒几个切成小段 再准备豆翅20克备用 食材准备好以后我们开始旁饪 锅内加入植物油烧热以后滑锅 滑好锅之后倒出热油加入粮油 热锅粮油炒菜时不容易粘锅 把肉末倒入锅中快速翻炒 把肉末打散 炒出肉末中的水分把肉末炒香以后 倒入小料翻炒出葱蒜的香味 加入好油三克体鲜老出两克体底色 翻炒均匀给肉末上色 倒入豆翅 颠锅翻炒把豆翅炒香 再加入切好的韭菜段开大火快速翻炒 韭菜断生以后开始调味 加入食盐一克 鸡粉一克 胡椒粉一克 白糖少许体鲜 生抽五克从锅边淋入 调料不要放的太多 以免影响豆翅的鲜味 快速翻炒花开调料 再淋入少许米油体量色泽 翻炒以后即可出锅装盘 好了 这道家常美味的炒苍蝇头就做好了 生锅 缩首飞 微得了 不同 齐 环